继续回来圣经经读 我们看到他就是约瑟家的逃离 2章13-16节 主的使者就很忙碌地为人服役 今次就是警告约瑟要逃往 要离开 就是这个福音书里面 就是多次指出耶稣离开人群 退隐到可以安全和公正私的地方 所以这个字后来成为警告的专用词 包括了备正、正修 他们离开了犹太地边界 大约75里之外的埃及 直到安全的时刻来临 因为希律的绘子手没多久就要来除灭大卫皇室的后裔 约瑟也遵照吩咐来做了 埃及在历史上早在第六世纪的时候 已经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了 看耶利米书就看得到了 根据史家菲罗的记载 在新鱼时代 埃及的北部近巴勒斯坦地 大约有100万个犹太人集居 根据碑士的传说 约瑟一家 在埃及北部的一个小镇 就在里面叫Leontopolis 附近一个小村 Mutron就是住了下来的 新约的《艺经》《圣英记》里面 也是第四章也讲到 很详细他走难的时候 神怪的经历 但亦都是荒谬 怪异不止于信的 在这里 马太认为约瑟一家 避难埃及 正正是应验旧约的预言 但经细心的观察 马太引用何西亚书 那段经文和这个时候的历史背景 完全是违背的 学者对这个举动 有四个基本的解释 第一是预表法 根据这个方法 何西亚书是一章一节所记的就是历史 历史可以预表将来发生的事 正如耶稣落去埃及 从埃及那里回来 因为耶稣是以色列的后表 第二 传义法 按这个方法 何西亚书是一章一节所讲的 虽然和现今的历史是脱节 但因为何西亚在纪录这个预言的时候 他不一定能够完全领悟到神更完全的心意 自到后来神的仆人才将那些全部的意思 才启示出来的 因此这个方法就涉及原来作者对神的启示 领悟力问题 以及默示论的含义 不少学者对这个解法大有意义 所以这里就不用再多讲了 然后就是观念法 这种方法就是 何西亚十一章一节就带出一个观念 正如现今耶稣的处境相同 马太只是借用这个观念来说明现在的情况 可以说叫做借股 就是比喻言金的方法 但是这个解释仍然都是忽略了应验这个字的用途 接着就是类表法 根据这种方法 何西亚书上一章一节了记的 有一段以色列人去埃及及出埃及的历史 但是现在耶稣的情形跟那时候的以色列就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是同类别的处境来的 而两者都是称之为神的儿子 马太也都随之呼他就叫做应验的 因为这个应验这个字有更加广泛的意思 也可以指向直接应验 也可以说是应用的应验来的 也有人说这个用途就是预言的平衡论 或者是相对论 也有人说是类同的相对论 所以马太事这个事件只是历史的相似 也有犹太学者就说 这种方法在拉比的文献里面也是常见的 接着就是百利行成的屠杀 16-18节 希律好久都没见 博士有回报 所以心里面的路火就烧出来了 如日中升 就下令了 就是将百利行周围两岁的男生都要杀了 其中血腥暴行 正是法老打算灭摩西的历史重演 希律向神的兽高军伸张剧露 但是神在天上向他痴笑 百利行来耶路撒冷只是五里之近 希律的杀手一下子就像龙卷风那样直卷 掃过来的 这些亦被害无辜小和不知凡己 估计就有20人至到5万人不等 根据若瑟夫的记录 那次受害的人就是20次杀人 而马太就视这件事为预言的应验 而这个也是有一次雷表法的引用 救药 而尼米就是寄犹大国亡的时候 犹太人就在拉结集中营里面 分批被劳到巴比伦 有生离死别的哀痛苦放 正如如今的百利行四境的惨犯 而传断百利行屠杀事件的用意 就不是指出希律无人性的独立手段 反而是指出希律的恐惧 就是怕那个生出来要做王的小孩子 将来有一天要取代他的国位 这个就是作者从反面的证实 耶稣的资格和降生的目的 好了 今次就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